以下来,你会看到昨晚黑恐怖在线最精华、最精彩的部分 当然,如果你想看完昨晚全集的节目 上回我们的网站,就用我们的付费会员说话 当然可以看完全集了 好了,我们今晚星期五晚上上恐怖在线 今晚有两位第一次上来的嘉宾聊聊天 要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灵意感受 最右边的嘉宾,你好 基本上我也是透过一个中间朋友 同事认识嘉宾 你们见面之后,接下来说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然后你就说有个师傅朋友也可以介绍我们的认识 就是中间这位,Sadi 你好 你们两个原来是曾经同事 是的 今天也曾经做过保险 你现在也是 我现任 现任也是这样 那为什么你嘉宾又不做,现在变成师傅呢? Sadi 我不适合我做 好的,适合做师傅多一点吧? 我也有 我有正职的 好的,知道 怎样? 买些咪 是的,要黏住位置 因为刚刚有个很厚的口罩 好的 好,稍后阿Sadi也会讲一下经历 其中一件事 竟然跟我们回到以前那里再找一些资料讲过 后来就是铜锣湾的狐仙事件 哇,原来是一个很清晰的画面 稍后在你口中听得到 是的 完全是知道如何出现,过程如何 然后被收到台湾 是的,没错 哇,还有那个BB那件事也是真的 是真的的 即是说那个酒楼摆满月酒的BB死了 那件事是真的的 是真的的 我真的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是真的 因为网上一直都有这样的传闻 我没有办法证实到究竟是否真的 那待会等你再说一件事出来 好了,不如你先来吧 让你先帮我一下,你很害怕 蛤?食屎你为什么这么害怕? 嗯,你说了东西的,你是推销的 不是,我有些又要害怕又要看 对吧 然后自己又要害怕自己 最喜欢这些人 对,我刚才的手震得很厉害 因为刚刚播一些音乐的时候 我一听到我已经很害怕 是啊 我已经投入了自己的角色是拍黑的人 是,但你又不是 我是拍黑的 你是拍黑的? 是啊 只是拍母丹而已,不拍黑 拍黑多过拍母丹 真的吗? 是啊 因为你一定有单 对吧? 不是 好了,那你先说一下 有一件事发生了 然后令到你们旧同事再相遇 是 看得多了 是 好,你先说一下 嗯 很深圳的 慢慢慢慢 心急 心急 是的 其实本身阿萨迪去做了一段时间没有做的 是的 我就做了他的服务员 有次机缘某个员 我就联络过他 我就知道他去了自妙宇做义工 是的,他去了义工 是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一直都想了他出来 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转了 工作 一直机缘没有时间 直到好几年前 我有个亲人 他很有趣 每年他爸爸生日 一定有事发生 哦 有些人是这样的 是的 是的 他有一年 刚刚鬼节 最后一天 生鬼门关 我又去无端的家打麻将 同家人打麻将 打完之后 就无端的老中锋 最初知道是老中锋 入医院 我打算帮他点香塔 帮他作福 结果就是 那天凌晨要老开刀 嗯 老开刀到底收到的消息就是 老缸死了 哦 即是差不多 等48小时 然后真的拔口 是的 我的情况下 因为我本身大胖 我常常穿黑色衣服 黑色裙 什么都是黑色的 那天我需要去到医院 去陪家人 陪他过夜 等他离开 过去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没有工作 那他本身的太太 就刚刚有朋友过来 那我说 不如你去医院 就是去聊聊天 那我就很害怕 其实我是很害怕的 那我就 一个人坐在心肆治疗那里 那我记得 我记得了两点三点 不是正式开放给其他人 去医院探病的 那我一个人坐在那里 我突然想去厕所 那我就在想 应该经过心肆治疗 那么多被人插在我害怕的情况下 去找个厕所 一定要下楼下去厕所 那我下楼下去厕所 那我就坐升降機 那我由七楼乘到四楼 突然有个黑箱 推进来 哇 我心想 那薩迪就介绍我 总之有什么事 你都南无我来陀佛 也是 那我跟着 不是啊 我在这里 你为什么把黑箱推进来 里面有没有东西 我也不知道 那我唯一是接受 你没有什么都不接受 你都把他推进来 对 你都要走到一边 对 我不敢走到一边 我怕黏着牆壁有东西 那你怎么办 你黏着黑箱 不是 还怕吗 我是有点黏着我 我都不敢黏着牆壁 是 我无知 不是的 每个处理手法不一样 然后到楼下 去厕所之后 我就去想 其实站在地下 即是四楼上 多些人站好些 还是上去 那我真的差了几个小时 才是探病时间 那我真的想坐下 那我就想了自己 要是坐升级上去 要是走后楼梯 是 后楼梯是什么 应该很害怕的 那是不是最方便 要坐升级呢 那当然了 难道这样走上去吗 是的 你不知道经过什么地方 是的 接着我就按升级 我肯定很肯定 我是上七楼的 是 谁知道下方在镰房 当时也是一个人 一个人 但开门是没有东西的 怎样说 一开门 开门什么都没有 写着镰房 是的 也够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先前有黑伤 接着就下了去镰房 是的 是的 接着就在很害怕的情况下 也是跟着实话说 我要站在升级的中间 没有黏着四面墙 因为墙可能有些负能量的东西 搞我 接着我立刻按上七楼 想不想 门关门得很慢 因为在医院那里 门是 你自己幻想而已 这间医院很旧 真的很旧 是的 接着我关门了 接着我上到七楼 接着有个人坐在那里 鎮了几个小时 鎮了 鎮到 接着家人回来了 我又不敢跟他们说 接着我打电话说 發生这件事 他就跟我说 其实都给你了 还有没有够大家的心照 哦 是这样 是的 接着他就跟我说 我说我真的很害怕 他就说 他知道我是穿黑衣服 黑裙 他就说 你回家 立刻回家 把衣服可以烧掉 就烧进去 接着就在夜晚买些东西 全身洗澡 洗完了 因为我要过夜 我要找一些浅色的衣服 去穿 接着把颗头夹住 接着将两边 尽量的头发扎起 扎起两个肩膀 是 那条火吗 那条火 接着到夜晚买 即是过了之后 到最后真的要拔口 拔口之后 其实之前我跟莎莎莎说过 我去医院的时候 我曾经听他说过 有个妙语 可以续命的 所以我将死去的出生年余日 给了他们 我给了他 即是他走之前 是的 我想帮他续命 因为他很年轻 只有三十多岁 小朋友刚刚出生 只有几个月 我觉得这个背景 可以延续他的生命 也会好些 当然我跟他的太太 谈完他就说 因为老干死了 都是植物人 那 留个命都没有意义 也是 怎料到第二天 我们回到棋阵 他就打给我 他就说 他就说 师父说了 他当时 因为应该 他两夫妻有个劫 但是 到最后 有个男人牺牲了自己 化解了这个劫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当日 他住在公屋 其实有些公屋 门口 走出来 有一条走廊 如果当日 他真是死者 抱着他的儿子 他一中风 他会把儿子扔到街上 即是濕禁 如果不是的话 为什么会扔到街上 因为他一濕禁 你是没有了指控能力 因为当日他这么巧 就无端端 家人回来跟他打麻将 是的 打麻将 导致他们决定 大家一起走的时候 他就不用抱着他小朋友 不用抱着他小朋友 就把家人帮他抱着 他走出门口 就立即是老中风失禁 如果不是我个人 跟他打麻将 他一家四口 跟他爸爸吃三天饭 他一失禁 就把小朋友扔到街上 即是他一失控 他就扔到街上 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 他住在屋邨 是要下山的 如果他拿着车 下山 遲了大概三分钟 两三分钟后 他才失禁 他踩了我哥哥的车 又炒了车 炒了车 然后他就跟我说 帮他看过师傅 其实他应该在走运 当时我说 但因为他有这个劫 他犧牲自己 而去救了他的家人 我就觉得 其实之前我对鬼怪是有担心的 是 但我对这方面 我是没有什么认识的 那我就会觉得 咦 为什么这么有趣 可以让出生年一日 就可以知道 这么多事发生 所以这件事之后 我就跟Sedick 他就开始去教我 给多些这方面的知识 我们两个就变成好朋友 明白 我又见到一个朋友 又说开 我就跟他说师傅这方面的能力 明白明白 所以大家就熟悉了 因为这件事 我先问一下 他有权选择 我自己都受不了 还是他的命 其实本身是安排了 其他家人是不用走的 其实怎么说 有些人 其实他的命已经差不多了 是 只不过有些人 临死之前 是可以把家人的所有东西 带走他 是可以的 当然是他自己心念的问题 明白 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走的 可能他 我不知道 或者他自己知道 因为这是我师傅说的 明白 有一件这样的事情 有时候 人去到某些地方 或者某一个时间 要走的事情 基本上都没办法 或者他有一些业力 可以这样理解 好 好了 来吧 说回一件狐仙的事情 好 这件事 你又为什么会知道 这个是很有趣的 你真的要很黏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以前 我听温沙的时候 我都已经觉得 究竟里面 常常说有个师傅师傅 去搞定这个 是的 说是台湾师傅 是的 我一直都不知道是谁 我一直都很好奇 因为 我猜不到 原来 后来我拍档的师傅 原来就是温沙的狐妖斩的师傅 你的拍档的师傅 是的 就是处理整件事的师傅 是的 是不是台湾来的 是的 真的是台湾来的 好 好 那我先问一问 我们当初听的 就是为什么温沙的狐妖出现 一家 就是因为 说回是胡闻府 那当时 胡氏兄弟他们 就是养的 听闻是这样 接着可惜的是 可能是家道中落 或者怎么样 就不处理了 或者处理得不好 他们就下了铜锣湾 这个部分是对不对的 其实是怎样呢 其实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是没有样子 总之就是 他们基本上就是 在湖北那边 东北那边 是 因为东北那边 胡妖就是很诚恨 是的 又有很多人去拜 那当年就是文革 文革的时候 真是什么鬼 什么妖都走 是 因为什么都称的 没错 是 那时他就跟着人 一起来香港 是 就住在虎法别瑞仙 哦 有没有样子 我不知道 好 总之就是 后来拆了之后 他就去了温沙那边 还没拆的 哦 还没拆 到现在都不是拆的 没有了 好像封闭了 有些地方是拆了 某些东西拆了 但是又不算整个拆了 嗯 或者他养的部分 可能遷移了 总之就是 后来他就去了温沙那边 是 那时最有趣的是 那时我也有些朋友 都在温沙那边见过他们 是啊 很多人看 我也有看过 不是的 是真的 真的狐妖 即是我的朋友 他就见过 那个狐妖是很大 他说 层几两层樓那么高 什么意思是见过真实 真实的 真的 他是可以看到东西 哦 即是不是我们普通人肉眼看到的东西 嗯 哦 出现在那里 是的 他说他常常坐在层樓那里 他不太会移动 是层几两层樓那么高 他说很高 嗯 好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嬰儿的事件呢 是的 我先说一些背景 因为可能太年轻 不知道 那里有个酒楼 有一间酒楼 有一天 就有个嬰儿满月 就放满月走 是的 但是后来传闻就是 放满月走之后 嬰儿突然晚上回家就死了 是这样说的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有传闻 可能楼下面就有狐狐少 那部打假ацион 害到嬰儿满月離開 只这样去理解 你又听起来是什么了 对 聽看来就是 因为他们在东西的时候 都有人会拜 intuit 所以香港人就会拜她 对 谁不得 Monday 是 对 不懂這些事情,尤其是擺滿月酒 在當地來說,擺滿月酒一定要供天 然後供他們,就是沒有做這件事 誰知道嗎?用來擺酒而已 但可能他已經修行到越來越高級 因為他在那個商場裡,他有很多戲 養到越來越大,又生了三個小孩 有一對夫婦,只生了三個 他來的時候,只是一對夫婦 然後在那裏,生了三個小孩 他自己覺得可能導行越來越高 可能戲嚴盛了 你們搞喜事,你也不相信我嗎? 沒錯,還有那個是有錢人 是不是? 因為當時如果擺得走在那裏,應該有錢 因為那裏是貴的,樓下是連根拔 就是因為沒有勁 然後那一晚發現,不知道是早上還是甚麼 就扯光了 然後驗了屍 驗了屍,驗了屍,也說沒有血 是嗎? 是的 然後他們就聘請師傅 原來之前,有一班修理冷氣的人 在床上已經發現了幾隻狐狸的樣子 不是在大堂那裏,而是在床上 然後他們已經在那一幢大廈 找到香港有一位師傅,封了他們 封了那個? 沒有錯 好像是這樣的 是的,只是封了那裏 然後後來發生了這件事 然後打算找香港的師傅 封雄子的師傅去對付他們 誰知香港的師傅就說,我不搞 噢,他只是封了這樣 是的 就搞不到他真的離開的? 他不碰,我不知道他甚麼事不碰 總之他就說不搞 然後他去了,就搭人 即是那個有錢的家族 搭人,在台灣找了師傅 噢,他們又知道和胡仙有關嗎? 咦,沒有了 原來看到最精彩,最緊張的部分 就被人剪刀了 是的,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你還欠一部,欠這一部 嘟這個QR Code 就成為了我們的付費會員 當然啦,月費會員 就會看到全集的節目 究竟嘉賓講到下面的部分 會怎樣呢? 等你慢慢發覺